这是原味的 猪皮 排骨 猪蹄 丸子 豆腐箱子 这叫盘融入 骨皮鸡蛋 真好吃啊 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萌相来这里 大家好 我是瑞鹏 英语名叫Peter 我已经在济南三年 我是济南大学的外教 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就是来这边体验一下济南的美食 我们先去问一下济南的最好吃的是什么 你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济南最好吃的是什么菜 济南最好吃的应该是把子肉吧 济南把子肉是什么呀 把子肉就是五花肉 完了以后就是它是经过鱼制 然后就是再卤出来 就卤出来 那村有名的前面的五月庙 是吧 对五月庙就非常好吃 太好吃了 我昨天刚吃了 是吧 对 请问 把子肉好不好吃 还没有吃过 没吃过呀 我们就要去吃对面这个 好 你尽快要过去吧 好 谢谢谢谢 这就是 大家刚才说好吃把子肉的 那我们进来看看 好吃把子肉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刚才有好多人给我们说 非常好吃的把子肉就在这里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把子肉 好的可以可以 我们先去出床吧 好行 走吧 这个肉来了以后 切好的绑好的肉 我们那里有个水池子 从这个水池子里然后底下泼上葱姜 然后倒上料酒 放上一定比例的盐 然后把这个肉泡进去 泡上大概两到四个小时吧 两个 这个泡的作用就是去血腥味 把这个血水完全泡出来 泡完了以后呢 从这个灶上把这个肉来抹出来 一锅一锅都把它抹出来 抹出来以后 然后再用这个水清洗干净 再放在那个大桶里炖制 炖肉大概 炖的这个量大概250斤左右 能看到吗 你能闻到这个香味吧 那么香啊 这是肉刚刚捞出来 我们这个葱是用这个脏水炸醋 这个葱呢把它摘进 把它拍 拍边 拍在墨里呢 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 把它这个味来激发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体验一下 可以可以 这部分就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可以吃一点 这就是辣的 这是原味的 猪皮 排骨 猪蹄 丸子 豆腐箱子 这叫盘融入 骨皮鸡蛋 真好吃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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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味道是非常 那个balance 其实我也不知道早说了 就是很均均的 就是没有太爽的 没有太甜的 就是真好的 而且 嗯 嗯 我自己觉得 有一个把这个 这个 这个特色就是口感 口感是非常软的 啊 不是软的就是就是 啊 不是太软的 但是还是有样子对吧 啊 然后有油 有肉 有油的 太好吃了 嗯 我真的不知道咋说呀 嗯 那个辣 有味道 我们基本上 我们没有这个 酒啊 姜啊 醋啊 这些的 啊 一体 当然就是 中国菜的味道 特别是 我觉得就是 山东的 对吧 啊 所以跟我 跟我国家的菜 总并不一样的 并不一样的 区别这么这么这么大的 虽然就是 我们国家的菜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 非常喜欢吃中国菜 嗯 而且 我爸妈他们也是喜欢 因为我这些 我就给他们做过 红烧肉 啊 然后 我给他们做的一些菜 他们觉得最好吃的 就是我做的那个 红烧肉 我觉得我的 我我家人 他们都会非常喜欢 把这个 我打扰一下啊 你们觉得这里的 把子肉好不好吃 可以啊 好吃啊 好吃啊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哈哈哈哈 来到济南之后 必须吃把子肉对吧 对 今天吃到好吃的把子肉 我希望大家能来济南尝一尝 我是瑞鹏 我在济南当地 好 我要继续吃饭吧 再见